12月5号,2019蔚来科技展在台北开幕 为期四天的展览将聚焦生物医药、智慧农业技术、电子光电、半导体、金属化工等领域 等天现场,智慧防灾展区成为最热门的展区之一 其中一套复合式地震速暴系统吸引了许多观众驻足 据介绍,复合式地震速暴系统可以运用当地的地震仪侦测到地震纵波 立刻在1到3秒内预估地震强度 若预测震度超过警报门槛,立即发布警报 那P波它传导速度比较快 那它是感受的,它的强度没有这么强 那S波它传导速度比较慢 那它,所以你平常你扬换到的,你感受到的其实都是S波 那P波它是上下震度,S是左右扬换 所以真实你感动到地震是会微微地先上下 然后再左右地扬换 那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差,我们提早预警跟民众说 你还有多少的预警时间,大的政府才会到来 林定洁介绍,复合式地震速暴系统可以提供一套完整的地震防灾解决方案 能够依据预估阵度联动不同的防灾情境 地震来临时,速暴系统可以自动开启逃生指示灯 协助人员前往安全处避难 居家的话可能是他可以把门打开 那把瓦斯帮你先切断 给你声音难内,然后你可以有避难灯去指引去躲在那边 那以医院的示范案例可能是他提醒跟你手术室的警示 所以那医生先把刀动断 或者是把机器先手,先把病人先hold住 因为他们在手术室其实是有很精密的动作 所以他其实那个换动程度他可能会伤害到病人 农业与科技如何更好的结合 在智慧农业技术展区,许多参展商给出了答案 来自台湾中兴大学的杨明德 当天带来立项利用无人机来做农业监视的 无人机农损计时辨识技术 他介绍,当有农业灾害发生时 这项技术可以利用无人机航拍 并同步进行影像推论 以便识出稻田倒幅区域 并进一步计算农业损失范围 在无人机上装了边缘计算的设备 就是Edge Computer 所以他可以直接在飞机上就可以辨识摘损 或者是辨识农作物 然后他可以马上让无人机自主地做其他的动作 比如说我可以先飞比较高的高度 看大范围有没有农业灾损 然后他可以自动下降到比较低 拍更清晰的影像 把清晰的影像带回来做更精确的辨识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